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对父母的认知仍然没变 并且决定要修行在开悟觉醒路上 业力变得更加厉害 不同的是 有个看现真相一瞥的认知与感受 深深烙印在灵魂深处 这个问题 我想 里尔纳老师的文章 应该就可以解答这问题 话不多说 那么就敬请收看 里尔纳杰克伯森 莱纳杰克伯森 有了觉醒体验 就真正觉醒了吗 2022年9月12日 问 有一次 我半夜醒来 明了了一切 我就是全部 如同空前觉后似的 我一下子明白了我生命中的 每个人都是我的一个面相 只有我 我的头脑完全寂静 然而我却很清明 这只持续了两个小时 我如何能一直待在这个状态里 这就是临在的状态或开悟吗 当头脑处于长时间的完全寂静时 这种情况就会发生吗 比尔纳杰克伯森 你所描述的经历是觉醒体验 他们是高峰体验 你觉醒进入到了生命的真相 和你所视的真相 这是觉知的开悟或觉醒的状态 是超乎想象的次服 这是当你的头脑完全寂静 你全然临在 全部在当下时 在本体的最深层所显露出来的 这超越了你的头脑和异构 从寂静中生起喜悦是很自然的 当你问及如何一直待在这个状态时 你就把自己带入了未来了 你把头脑和异构又带回来重新发挥作用了 而这会使你和你想抓住不放的那个体验之间失联 从觉醒者的角度看 没有一直 只有当下 保持全然临在和醒觉 我们必须要放下对过去的介入 包括高峰体验 让自己跟当下的存在物同在 哪怕这是很平凡的 我通常会跟那些跟你有过相似经历的人说 把这些体验看成是值得感恩的赐福 如同是神在跟你说 我将让你尝一尝生命的真相 我将让你品尝一下你所视的真相 我将让你尝一尝永恒的味道 这会持续几个小时 然后就消失 因为我想让你去做功课 我想让你去觉知你被带出本体和真相 真理的所有方式 我想让你去探索如何在时间的世界去运作 并仍然在根本上临在 我想让你成为你头脑和Ego的主人 否则你就还没有真正的自由 临在总是即刻就进入的状态 你无法在下一刻去临在 能够驾驭你的头脑和Ego 是一个需要时间的过程 是觉醒状态的整合过程 在我出版的书里 回到当下的旅程 我透露了要如何完成这一步 这涉及到你要跟自己的各个方面建立正确关系 包括你的Ego 这涉及到要超越评判 在我的书里 我将这部分描述未觉醒的两步舞 这涉及到要是放掉你在过去压抑下去的情绪 这涉及到要对齐你在时间的世界里运作的 作为人的维度 和你真实的本质神性的 永恒的维度 本影片到此结束 感谢阅读 祝福当下登出回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